各位午安 午安 每次圣召节 每次头痛 怎么办 这还是要劝传 我们教区有办圣召节活动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二两天 我们坦居呢 前几次活动有人去忙 后来这期没有小朋友要去 因为他们发现太无聊了 那个是我们要反省 负责圣召的组织 他们正要反省 可是重要的是 各位家長 各位父母 小朋友不懂事 等到他成人他才懂事 他選擇要或是不要 可是現在大海小朋友不知道 這個職務做不重要 這個職務有什麼好處 這個工作有什麼價值 他們不知道 那請問各位父母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他的重要性嗎 你們知道他需要嗎 那你覺得值得去追 要追求這個工作嗎 那請問一年裡面 你跟你的孩子講幾次有關聖招之類 有講超過三次的去追求 我們看一年超過三次 有一位龍堂的剛好也有一位 那一次除了聖招以外 你自己跟你的孩子講 有一次的 兩次的 那請問一年裡面 你跟你的孩子講好好用功的讀書以後 要 要成歸什麼 醫生啦 律師啦 工程師啦 賺很多錢的 你講超過三次的去追求 因為為孩子的未來的投資 是在父母的宣傳了對不對 可是我傳的這個方向比較多呢 還是我傳這個方向比較多呢 孩子很天真 他不知道 至少我們要播這個種 讓孩子在慢慢地長大 那是他跟天主的事 不是父母的事 可是父母的工作要什麼 要播種 不然一年他怎麼來一次 教堂一次聽到 可是也聽不清不楚 因為我都跟成人講的 你不是跟小朋友講的 所以這是父母你們的工作 教會的工作是什麼 等到他決定他踏進了大書院 這個時候才是教會的工作 培訓 可是從他又踏進大書院 這個這段時間 這個是父母的工作 讓孩子從早到晚都聽到 然後這個當生活很可憐 可憐不是可憐就是可憐 沒飯吃 你看我現在煮飯 就給他吃 你看 咋吃的這樣 不要給孩子聽到負面那個 其實我們 我不知道 這不是中國的觀念太深了嗎? 還是因為 對這份工作覺得沒什麼 是不是傳眾近代的問題? 只有一個男孩子 你們願意讓他去當神父的舉手 我看 搶身 哎呦 好啊 我們有希望 好 是要有這個希望 可是重要的是 要跟孩子講才行啊 不講那他怎麼會知道 不是嗎?各位父母 各位父母是嗎? 只有你們跟他接觸的每一天 所以你們才能講的 他來教他只有這麼一個小時 怎麼講?他怎麼知道? 他怎麼吸收什麼是聖招 什麼是士多 什麼是神父? 他只看到神父這樣做 聖招就差不多這樣而已 再多的懂 再多的懂就知道 所以這是父母要跟他解釋 為什麼 這個職務從哪裡來? 為什麼有這個職務? 對 讓他慢慢在孩子的心中長大 成不成功 那是他跟天主的事 不是你們的事 他走進去了 然後有一天他就回來了 請不要難過 那是天主選的 不是他選的